朋友们 德州扑克有时候就是如此的枯燥乏味 我们在小忙拿到了我最爱的棋手牌 Pocket Aces 面对Undergawn长马的Open 那我一个3Bet 长马肯定觉得自己有筹码优势要跟我们纠缠 来 对 这里它至少是一个call 我们希望的是它能够4Bet出来 展现它的气质 有没有这个气质 没有 只是平扣 Pocket Justice 顶Set 小Bet一枪 他有心事 他在想 那说明他的牌力还是可以的 看看啊 他会怎么 他跟住 一张Jack 我们也不知道能value什么 Block两张A 但是还是要造持 这样我们River能是一个Gem 希望他能够跟住 希望他是九沟 suited 跟住 必够张8 这里all in 我们简直是造持怪兽 漂亮 跟住 求你了 call 漂亮 啊 啊 不是 这也可以的吗 我Top Set 兄弟 不是 这扑克没意思了 这还打什么 这边我们K圈 跟住3Bet 进去游戏翻后 Flop我们有K 有Equity 我们Check Back 秒Check Back 好我们中了 也是一个秒Check Back啊 River出一张无关牌 我们这里 Gem 打他一个声信多疑 我观察了 这个是个日本曹操 声信非常多疑 他这里就会犯嘀咕 什么牌我在Turn 秒Check River能够秒Gem 超持all in 我的Ace花 能这么打吗 我告诉你 不仅我Ace花 K花 我也能这么打 call OK Nice call 什么牌 Nice call 哎呀 把他的心理剥削到极致了 这边一人Gem 我们来一个4B 11.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让我又遇上了这个日本玩家 一定是让我把他的Bounty 吃得干干净净 好吧 就看这个玩家怎么行动了 他如果这里可以Gem出来的话 我们可能是一个Full 他Full 可以 但这个Lucas 怎么还能够再想呢 他还call进来 这里我们大概率是领先的 我们寻求一个Gem 他这里call进来 比较像是一些小对子 我们Gem 直接Gem 粗糙一点 All in 展现气质 这里call进来 大概率是个小对子 进来中set 很像啊 他的这个Line 5577 他可能会 也会生性多疑 对吧 什么77 觉得我们这Ace High 决定要抓我们 或者就一了百了 27.4BB 也不管了 就跟住 对吧 这样我们就赢两家 OK他Full 他什么 9圈Sooted 只能说他命不该绝 这也能把我们BB了 什么 有没有奇迹 没有 行 我深刻的怀疑 这个日本曹操 能在那个位置 用对K跟住我 应该是一条鱼 无疑了 于是我赶忙打开 Who is Fish 查看 发现 He is a Fish 他在NL50 输了5000刀 看着性感的曲线 再一看 在NL50打了8万手 可以说 这个日本人的 匠人精神的坚持 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小毛位置A6 梭体跟住 这个A6梭体 我们用来 时而三bet 时而跟住 打法变幻莫测 让对手防不胜防 这个玩家总是很慢 毫无气质 好他跟住 厉害了这个Flop 我们击中顶队 听两队 听后门葫芦 听后门花 听后门顺 面对他秒bat的 中注 我们肯定是个跟住 这个玩家 不出意外的 又毫无气质的 陷入场考 他Race 我们会Call 因为后门 实在是太丰富了 他Full 你看 这不就来了吗 两队听葫芦 说来就来 他秒Check 这里我们还是 打他一个声信多疑 秒bat 满持 好他Full 这边五六 缩铁在Button 气质 Open 小芒 这个没气质玩家 再度陷入思考 3B我们到8.5BB 我们选择气质跟住 Poker Justice 这边他应该会下一个小柱 他作为自己的3B池 有大量的Aces Kings Ace King Ace Queen Queen带红桃 Ace Queen Queen不带红桃 各种排行 这里会平衡的话 睡下一个小柱 我们只是要简单的 秒Call 秒Call 四发的不是很好 但应该还是领先的 作为他这么行动缓慢的人 他的心思一定非常细腻 他这时候就会在想 我们什么排在Flop 能秒Call呢 啊 我们的天花 难道不需要想一想吗 我们就需要给他造成这种错觉 看他怎么行动 还在想 右下一个超级小柱 我们还是跟住 5B7 不知道他此刻会怎么行动 他可以有一些比我们大的排行 但大概率我们还是大的 只是这样不太好 要value了 他check 我们check back好了 OK check back 什么排 J8 J8小了兄弟 你这个J8应该继续buff啊 就是 这个你不是摊牌就是小了吗 又KK我们 面对这个Lucas 肯定是要来一个三bet 稍微小一点 这个Lucas就是刚刚强行冷Call 我们实时四bet那个人嘛 对吧 很爱Call 就进去看重不重 非常好对付这种玩家 他under the gun的open 我们给他搭一个跳板 说不定他一击眼就jam了 我们轻轻给他call住 他怎么行动 all in please all in 他call 好 这个flop相对安全 我们打一枪小柱 他秒封 没有意思了 A6四体open 2B Louis Trang在 button选的跟注 flop又pokerjustice了 这次run的不错 我们check吧 把舞台先暂时的交给对手 让他那些做打出来套驰 因为我们top2已经blocktop1和top2了 对吧 让他做打出来 打一个小的 我们这边是一个checkrace 就是让他套驰 我们作为造驰怪兽 checkrace 看他怎么行动 他直接all in 剩0.1BB 那满足你的愿望 什么牌 A7 No7 漂亮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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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花吗 不是7吧 10 漂亮 拿下 拿下第一个bounty A圈啊 希望这个大芒直接all in 我们轻松扩住 右手一个bounty 他跟注 flop又pokerjustice了 这边我们还是要规划一个三枪打完 flop下小柱 由于他的筹码很少 这里我们可以是规划一个三枪小柱这么一个结构 跟注 River run2 可以说是无关牌 我们还是打小柱 规划River的一个all in 这里其实打小柱和直接gemall in两种选项可以混合使用 我们此刻选择着打小柱 5 也基本一张无关牌了 他这里当然有很多听牌的miss 但无论如何我们这里是all in 去要他一些小ace的价值 他这里无非就是jaw 他在想 那他就是一个小ace 或者有一些6 或者7788这样的牌 7788可能preflop gem的更多吧 所以这里就是小ace和6 小ace呢 我觉得他不可能逃离 也不应该逃离 应该就是一个气质跟注 也没有必要想 兄弟 真的 拿出气质来 如果是ace的话 没有必要想啊 这里是一个简单跟注 他跟什么 A3 没必要想吗 这个你想了 最后还是要跟注 何必呢 这个运气真的要夺冠了 下个小柱 A7Oopen 直接flopAA7 你说去哪说里去啊 看他怎么行动 还能遭遇一个check race 这边我们简单跟注就好 我们手握A和7 blockA和7的情况下 发出AA7 我们有范围优势 还能遭遇他的一个check race 我怎么就不信呢 我希望他能表演完三条级 要表演 这里他应该是一个三枪气质bluff 希望他能完美的执行 他这一下太小了 我们还是跟注吧 翻一张五 三枪bluff 这里all in all in 拿出你的气质来 已经放弃了 他tun已经想放弃了 这边我们直接all in啊 因为他这里是空气 我们只能指望他按错键 来我们直接all in 求他按错键 好吧没按错 foil掉了 因为他这里空气 打多少我们他都会foil 这边圈石防守啊 flop击中中队 后门顺 听后门葫芦 这边还是靠住了半尺 这边卡一张顺了 后门顺在路上 bat小我们还是要跟注 有一个张四很微妙啊 他如果jam的话我们是要foil 我们check back ak ak这里是一个jam嘛 我们的什么k圈k勾都会支付他的 毫无气质 min value button的88准备出发 这么押韵不可能输吧 这个场马 场马foil了好 我就跟这个cristiano 吃他这个bounty 他bounty还不少 他在场考 他也可以call 对吧 我也不怕事 来吧 他在场考那一定不可能是领先我们的吧 对吧 他foil了 他什么牌 ace fall hold flop很漂亮 tun也很漂亮 hold no ace 我们只需要躲避一张ace 红桃 poker justice 拿下他的bounty 这个是第二个bounty 对吧 这里小忙的kqo 是一个出发 朋友们 祝我好运 这边all in 来吧 哎 这个人竟然秒full 然后button的人陷入思考 那我们不怕 他即使 领先我们也不会领先很多 他什么 ace 四 poker justice 我们现在只需要躲一张ace 六 没有 今天的运气势不可挡 他不可能击中 trips我们还击中了 overqualify 这边A2缩铁跟住进去游戏番后 这个flop我们是走不了了 我们有范围优势 且听纳斯花后门三条 谁都不可能让我们离开这个flop 这个人竟然check了 那这个人bet的话我们有可能就直接出发了 不管不顾 就是要拿出这种气质和态度来 直接all in all in 然后希望poker justice能够眷顾我们 他秒call什么牌 88 我们equity还是足够的 直接poker justice 我们这个运气可能要夺冠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他后手还有8.8 我们没有吃到他的bounty 好吧 扑克也太有意思了吧 好舒服呀 在大马拿到圈圈 直接被under the gun人gen 我们轻松扣住 什么牌 还是要躲避一张ace 来吧 漂亮 直接join that 别 别是k啊 你k我真的生气了 兄弟 漂亮 拿下这个bounty 这个人帮你怎么那么高呀 好 我们到final table了 真的poker justice 但这个final table 为什么死得这么色情 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好 这边我实在忍不住啊 三bet啊 四五suit 走你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靠了中牌 也是时候向世人展示一下 我们poker justice的气质了 这边用四五suit 在有位置的情况下 三逼这个fisherman 73 flop 我们击中 卡顺 听后门三条 这边cbi一箱小的 我们有范围优势啊 这边我们有大量的 acus kings queens 看他怎么行动 这边跟我来一个main check race 跟我说他中set6了 这边我们跟住 这张turn 他如果check的话 我们会jam all in 他check的话 可能是一些随机的bluff 或者是一些花咒 我们就直接给他maxpressure 看他怎么行动 他打行 他胆敢 我们就敢full 算他狠 这边我们拿到a9 前卫有一个 直接open4bb的李逵 把自己三分之一的身体打进去 寻求套值 还有人跟住 这边我们的a9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出发 Let's go 这边这个套匙的肯定是call 他也call 我们是什么 88跑马 a goal bad shape 行吧 poker justice 直接三体 啊 这也能把我们逼逼了 哎 没意思了 6 非常好 兄弟们 poker justice还在 扑克又有意思了 我们直接吃下这个的bounty 赢下这个三人底池 这边我们k圈卷入了多人底池 我们现在是两高张卡顺听后门三条 后门两队 这个few 看他怎么行动 啊 他作为大忙 难道要直接dunk 好直接当个all in 呃 我们很可能想吃掉他的bounty啊 不如跟他跑一下算了 来 完了 三人底池 这边有all in了 好 我们 我们 我们in really bad shape 我们需要一张石 有没有奇迹 奇迹会不会发生 poker justice会不会来到 没有奇迹 行 好 我们只剩eVB 需要致死量的poker justice 十勾all in 面对的是什么 十十 很不好 flop 直接 set打两队 超级惊天哭了 有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性 let's open 行吧 这一次锦标赛就告一段落了 看看我们赢多少钱 748 好 我不如就这748 拿来做一次粉丝抽奖吧 最近太吓风了 好不容易赢一个锦标赛 748 我大概再赢100个这样的锦标赛 就能回水了 兄弟们 yo what's up 这里是你的chumboy 虽然我最近已然这么倒霉 输了这么多钱 被各路人马玩弄 还被粉丝给骗了钱 至少他自称是我的粉丝 但是呢 我发那个被骗视频 还是从很多 真正的更好的粉丝身上 获得了很多的温暖 之前也说过到万粉要抽奖 那只不过我们的增速太快了 一看已经1万6了 anyway 答应大家的万粉抽奖 我们就用这一次我tournament的奖金 来给大家做这个抽奖 那还是的 我们气质频道 不搞靠运记抽奖那一套 这700多刀呢 按我的规则来抽奖 就是你只要是我的粉丝 订阅了我 然后点赞本条视频 并且在本条视频下面评论 夸奖我 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 我们的第一个奖项是 人民选择奖 这个就是一个硬性标准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发动你七大姑八大姨 只要你在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数 点赞最高 就讲200刀 第二个奖项是 唱poker选择奖 选一个我个人最喜欢的评论 讲150刀 这个就是我的主观标准 第三个奖项是安慰奖 是我会在频道以前的评论 选一个我最喜欢 最打动我的 讲100刀 这样也鼓励大家平时多点赞评论 和我多互动互动 不要临时抱佛脚 然后非常羞羞的 我开通了会员频道 前三个加入的 各讲50刀 然后这多少了 600刀 那剩下的这些 我还是代表我自己和我的粉丝 捐给这个叫Hometown Foundation 这个慈善机构 一对一的帮扶山区的女童 让山区儿童感受到我们频道的温度和气质 如果有人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做过慈善 记得回答有 是唱poker和你们一起做的 这个有时候也蛮惭愧的 100多刀 就够一个女童一学期的学费了 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写感谢信 我会贴在我的community 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呢 最好能加一下我评论下方的telegram群组 到时候获奖者联系我 看看用什么方式来给你支付 如果你能收classic usdc 那就最好了 好吧 开玩笑 好吧 一点都不好笑 anyway 加州时间下周二 6月18号晚上10点 我会发下一条新影片 到时候公布抽奖结果 敬请期待 然后另一个消息呢 我开了youtube会员了 诚恳的说呢 就是我想赚点钱回点水 我的视频每一个都花了我很大的精力 也有很多剪辑来联系我 但如果你真的细细看过我的视频 你就会了解 我根本无法外包剪辑出去 因为剪辑呢 本身也是我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每个视频我都当是我的艺术创作 想文案 录 剪辑 花很多时间 然后啪击 一下子被搬运到B站或者其他地方 我本人呢 除了获得粉丝的认同 当然我也确实很开心 但是也确实基本没有获利 所以呢 我想开一个youtube会员 赚一点收利 但我其实是矛盾的 因为除了赚粉丝的钱 我内心有些许不安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把这当成艺术创作 而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当然是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 所以呢 开了会员频道 我最多也就压缩我的睡眠时间 不会压缩我主频道的内容的 我的会员频道呢 至少保证一周一更 主频道呢 也会保证一周一更 至少啊 我目前的想法是 每周到加州时间晚上十点 主频道上新 周四晚上十点 会员频道上新 希望大家能支持吧 如果有条件 觉得想帮帮气质创作者的 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的 Poker Justice之家 内容呢 可能会更私密 观点可能会更肆无忌惮 你们可以看 首先我自己搞的气质 Badge就很有意思啊 可以点点Join 看看我的介绍视频 他这个很傻 好像只能网页端点加入 然后我第一篇作品 已经偷偷发上去了 是我金奖 AA被Eric Bluff的 毫无气质的那首拍 那如果觉得 我不值这个钱 也没有关系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还是会有精彩的内容 持续输出 最后呢 讲讲我的直播吧 很多人想看我直播 那就下周五吧 加州时间 6月21号晚上11点 北京时间下午2点 大家来我YouTube直播间 打打牌 吹吹水 朋友们 到时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